3個中產黨, 今天繼續談關於新年事件 雖然我已經初九, 可能初十 其實最主要想說的是一些不可知的怪力戀神之論 我們這些財經界的科學, 財演好, 為何年年逢真過年好的時候 那些坎餘學家就出來講經濟 你先讓我講這個, 我真的非常之喜歡 早前有一個落合彩, 有一億 當然這個李承澤師傅, 立即寫了一段, 預測落合彩號碼 李承澤師傅表示今年白白入中位 八字相關的號碼優先考慮, 另外就是七字和一號的相關號碼 另外最多出現的號碼是十號和四十九號 其次就是二十二號和九號 如果你們有心意的話, 還可以用藍色波去看 結果他猜中三個號碼, 一號, 九號, 十九號, 一號, 四十九號 和和九號相關的號碼都猜中 但問題是什麼呢? 藍色波只有一顆都沒有 然後十號又沒有, 七號又沒有, 八號又沒有 簡單來說, 其實他猜中了二十幾個號碼 總會中了四個, 中了四個都算中了 中了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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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六個 但問題是你猜二十個, 中了四個都沒有意思 我講一些科學, 我就是一個科學學生的科學生 我都從來不相信這些, 不過我認為這些有一個很奇怪的特性 就是第一, 你必須要認為, 如果一個說明專家, 一個原學家 他知道撞到, 他是有五十一%的機會中的話, 他已經贏了 即是他比你亂撞, 原學有少少效用招 我有五十一%機會中, 我中過你亂撞 四十九%都已經中了, 因為你每次都跟他對家, 你總會猜多少少 最慘的是五十五十, 五十五十, 但沒錯,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很好笑的 第二, 我都有一些很多朋友做原學家, 亦都有很多原學的東西, 接觸 我覺得他的準確程度, 真是都很高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就求過一些簽, 其實我自己從來不求 我家人沒有求,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求過一百簽 一百簽, 即是走絕路, 即是第一個出校, 即是無書讀 他很準確, 但我覺得那些人的解簽, 是從來解錯題 解簽的人真的水平很低, 即是一百簽其實是走絕路 但後來有些高人就說, 一百簽其實不是絕路, 是絕絕逢生 即是你走絕路後, 即是走絕路後, 即是走絕逢生 原來你還會絕絕逢生, 即是當你走絕路後, 即是快跳樓 李嘉誠, 雷雪就曾經試過輸到很嚴重的時候, 接著就評判清雲 即是這樣的, 所謂一百簽是這樣的 我看到現在新一代, 即是今年, 很多解簽 是全部錯了, 我都不明白他們做甚麼 第一個麥麗麗, 指名導致 講那個石官, 不知道甚麼東西, 他在講東大如山 被人帶作文章 你講甚麼, 在講東大如山, 又沒有成效 政治化那樣東西, 其實政治化不緊要 問題就是, 我在簽, 港民來求明年運程 東大如山, 十幾年以後, 明年當然沒有, 明年不能起好東大如山 你連題目都解錯了, 麥麗麗麗, 大佬你怎麼出來挖 你明白嗎, 即是人家說明年運程, 你就講東大如山那一句 不只麥麗麗, 全香港都在講東大如山 石田, 還不是講田海 是呀, 看你這樣看來, OK 那你只是在做甚麼, 講明年運程 如果是求簽, 求十年運程就不同了, 對吧 但他這樣受歡迎, 因為這麼多人都不妥當東大如山 他說這樣就不行了 我經常覺得, 占卜都是心理治療 講一些你喜歡聽的東西 嘩, 上年, 騰訊才發聲 沈大師, 就求了一支, 沒錯, 好朋友 就是求了一支, 叫做, 惡非遇害 哇, 知道, 你知道, 騰訊是怎樣的, 對吧 當初, 時尚已經說, 我已經跟他說 惡非遇害, 雖然遇害而已 但惡非是好人來的嘛, 對吧 是好人來的嘛, 即是到最後平反狀 他人害而已, 是的, 是的, 但他真的忠臣已經有打燈 所以到現在建了一個惡非遇害, 幫他的兒子才會翻身 如果你求惡非遇害, 哦, 即是說這個人 不是用袁崇煥遇害, 袁崇煥遇害就沒有了 惡非遇害, 即是說這支是好股票來的 因為袁崇煥沒有人幫他建那些寺廟 惡非到現在這麼多惡王廟 就是說這支會翻身的 不過要等兒子才能夠翻身 等惡魂的時候才能夠翻身 惡非自己能夠翻身 但是惡非遇害, 今年好爺 他再抽了一支, 又是騰訊 他再抽了一支叫做蘇秦不遞 蘇秦不遞就被人笑, 又以原諒刺鼓 蘇秦不遞, 不遞完之後 六國大風上很威風, 對吧 由惡非遇害, 兒子成計, 蘇秦遇害 證明這支很快就翻身 我覺得他們, 你不要說準不準 簽文解錯了 另外一個很準, 又是審大師求的 找到那個法隱居時 我又說他解錯了 去年他們猜市的孫林眾壯元 他說, 孫林眾壯元就好啊 接著就說了大論 宗壯元當然是個個都好 那為什麼要孫林眾壯元呢 孫林是什麼人 那份人不知道什麼叫孫林 那你怎麼解釋呢 我心想, 孫林眾壯元 結果一個人的事, 跌打媽媽都不認識 孫林眾壯元是這樣的 孫林只有一個記載 是明成祖的那個年代的人 一中了壯元之後 皇帝找個劍文帝就找個打仗 去打朱棣 結果, 打兩者就不夠打仗 就投降了 就變回朱棣打回頭 打回頭, 就變成立了大功 於是乎平暴清雲 簡單來說, 要反過來 所以當時, 你應該馬上估計 我估計港貝, 還未估計 那就是對的 這些解釋, 我不知道是不是穿鑿庫 但至少那些人, 那個術士 根本上就不懂故事, 就去解釋 你講得這麼準確, 平時不用分析 每一個星期, 求一支, 今天我們不用弄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每次都要完結後 才說, 原來是這樣解釋 其實, 這些跟選擇有什麼關係 問題是你解釋得到 不是, 當初的時候, 現在就說了 終於說了, 開錯的時候, 說想說 楊偉龍, 楊偉龍堅 他有一次在香港, 他說 他說, 奧巴馬會死 我聽過 奧巴馬會死 人人都會死 下星期就死 兩個星期之後死 很厲害 接著我說, 沒可能 之後他到下星期, 過幾天就死了 都不可能, 大佬, 瘋了 誰知道, 一來來到, 原來Michael Jackson 死了 他說, 我都算到了, 美國的SIMBO 死了 只要吳中婦居 然後, 你明白嗎? 他是算到的, 是有些資料的 至少說, 他很確定, 是幾天之後他就死了 接著他說, 也算到一個就是, 美國股災, 會爆發的 那怎麼沒有股災? 說, 過幾天就爆發了 那幾天股災, 你猜不定都可以 結果原來不是 是那個什麼風災? 紐約風災 他都猜了紐約會倒塌 然後, 大佬說, 大佬說, 他幾天 他說, 幾天, 三、四天之後 他都馬上猜到, 是很準的 大問題是, 接著我就問沈大師 究竟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他說, 其實你知人就算得出那個跡象 但是你做一個人, 你要來不記得, 需要捉機 就等於我們做研究股票一樣 研究股票就是 明明我猜到三八八是會升的 哎呀, 怎麼知道三八九升 不是這樣 現在那天, 大家都是看相同的數據 但是那些相同的數據, 你怎麼跟現實去配合? 然後你就是誤性的問題 你配合不到現實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聰明, 看那些數據 就有很多視聖 有些人看那些數據, 同一數字 那有哪個風水佬, 堪著學家是中的? 你要捉機是捉機, 即是那些東西你看完 即是他持續地中, 還是你屁股撞棍 久不久, 中一次半次, 我根本無法跟進去 即是那些心疼很重 首先, 今年, 究竟有些人先預測了 我們先說定 我們現在可以回頭, 即是半年後, 一年後看回頭 我們先看看他的格子是否中 我看了蘇文峰 他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是很聰明的 即是抵抗一下 譬如說大市怎樣 他說今年會先升後跌 很難錯,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人說, 想回豬年 其實美股 去年12月18年, 即是月尾 由聖誕日之後已經在升 升了兩個多月 那你下一年問他, 我當然是中 我已經升了 已經在升了 那他回頭看回頭, 你說是豬年的時候 我不是說他專門這樣看 可能是算出來的 但你問我的話, 問他下一年準不準的話 多數會準的 我記得他好像說去年先跌後升 其實我用去年來拿個例子 你說他剛剛認錯了 先跌後升, 年頭跌, 年中就升 結果, 結果, 月中又跌回來了 我又要幫你講 我又要幫你講 因為其實那些不是講針魚的 那些股票的 又是這樣說 又是騙你十年八年 最多是騙你幾個月 那些股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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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股票是騙你幾天 因為香港人實在太沒耐性了 幾天你不中就已經會質疑你了 那些股票的分析 但是有一句, 周恩大師很同意 他說, 無論他猜對又或猜錯 真功夫是在他猜錯的時候怎麼鬥 你猜錯的時候, 能夠鬥 那些鬥就行 但是蘇文福還沒有完 他的預言 他還沒有完 另外一個, 就是說 在講中美關係的時候 他說中國地位我真的不懂 但是他說美國的處境比中國差 我不知道他的訊號是甚麼 他說美國這件事 我就要跟他相隔少少 他說美國的經濟周期 是十二年一個周期 那這件事呢 我專門會提到 是 即是他不小心撈過街 通常都是的 因為講得太興奮 就有一個隔離界別 那我看回數據 看回數據 美國的NBR 即是中文不少叫甚麼 總之是一個獨立的 non-profit的一個 經濟街會出文的地方 他做了一個很多年的統計 戰後呢 戰後的周期呢 其實就是大概不夠六年左右 這個周期的 那不夠六年的周期 戰前就更短 以前那些 現在的周期是長的 現在的周期是四年左右的周期 那是越來越長 但是都沒有去到十二年 但我時候想到又錯不完 可能他看的周期會長一點 你四好、六好 即是十二都能夠長得盡 可能你兩個 他怎樣 拿到一部分來講 其實他講 已經是錯了 你現在是針魚學家 你是圓學家 你應該 不用看數據 不用看數據 如果一看數據 就錯了 你一看數據 你現在就 我應該做圓學家 所以他說 他講中國地運 我出來不像 我 怎麼看圓學家 我們希望得到一個答案 即是分析大事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 不過我真的會想 你講了一半理由 你講了好也沒有用 不過我就是會想你會想 你不要說數據 不用理由 你理由就這樣 我看到還會想 你不是什麼發聲 我還沒看你 如果我還沒看你 如果你那個圓學家 你要隔回來現實來說 我就不看你了 我就是要看你的圓學家 第三種完全跟那樣東西無關,跳出那個框框的想法 即是用資料去分析就不行 說中國的地方,我真的沒有回覆 我們就是希望,一邊一邊一邊,所有的東西都不對 為什麼你會反過來說,我就是想看相反的東西 因為你原學有機會會相反的 如果你不看原學的東西,就要不合理的東西 到最後,我簡單來一個總結,我就不相信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要說,為什麼我們中國一直都有傳統智慧 寧可順其無,就是因為你始終那種心理上 即是如果有行為經濟,就要講這些應用的效果 你預防了那件事,或者有一個心理準備 你真的遇到那樣壞事發生,起碼你會覺得,其實我也知道 所以我們講到最後一種心理治療 我講我的想法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對於這件事就是 我早上是不怕鬼的,我晚上的時候就怕 我講的時候就不相信,但實際上就相信 我就不知為什麼 OK,那我們今次就到這裏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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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